手机怎么没了 找不到啊 你其他肯定在你屁股底下 不可能 手机去哪儿了 晓鸥 手机 你找丁晓鸥 对啊 这是晓鸥家吧 没错 这就是丁晓鸥家 那你 你 我来修水管 他家水管坏了 大晚上修水管 及时止损哪儿 分什么时段呀 他家水管坏了 弄得我家水漫金山的 这不 他出于愧疚和勾门 就把房子借住了几天 借住 小时候再散散去 放心吧 散散家 难怪刚才痴心说打你电话打不通 你 你是不是 这么贵的裙子 我今天这人跟他有仇啊 肯定是丢在那儿了 等会儿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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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去一定也找不到 你先坐下 坐下 让我想想 那怎么办呀 好 等会儿 好 是郑泽 他怎么说 他说他知道你手机丢了 而且手机被他捡到了 他明天还你 太好了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对不住他 今天走的时候都没和他打成招呼 放心 振责怪谁 都不会怪你的 我跟你说 你就是因为之前受了太多的打击 如果我们家小柔可以再自信一点点的话就好了 实在不行 陈容医院里面我也有认识的朋友 我又要找找吗 我是不是最美的 我在你心里是最美的 你在我心里是最美的 大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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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奇怪 大 大 慢点 坐 我不坐 怎么了 站着有助于消化 我一下信息量太大 还得再消化一会儿 好 那先谈工作 我们公司橱窗 有必要更新一下 不过你的雪果彩虹保留 就这些 还有两样东西 这是最新一期的风尚杂志 看一下 你的英文名字是Snow吗 之前我们杂志登过一个叫 雪果彩虹的树窗作品 应该也是你的创意吧 一定是蒋妍姐帮我的 谢谢啊 我都差点忘了 那 昨天我不小心被红酒泼了一身 我就没有过去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没有别的事了吧 你以后不要叫我David 等一会儿 这个点 她应该走了吧 这是我自己家 我透透摸摸地干吗呀 算是 喝啊 还真当自己家的 这要再让她住几天 她还指不定搬什么东西回来呢 你怎么回来了 这 这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呀 你怎么还没走 我家楼下施工三点必须人在 所以我调修了 很幸运听到你的装修进展 你慢慢修啊 我呢 马上就要出门做我的新案子了 新案子 这个时间吃个泡面还来得及 你也太能吃了吧 说 这两天有没有乖乖地扫码付费 我可不像某些人 讲信用是我的原则 这什么味道啊 我吃完饭了 这家炒泡面 你们想吃吗 你有感兴趣的话 直接自助扫码付费 你吃你吃 这白色的是什么 大蒜啊 保证只有蒜香没有酸味 祖传配方 不告诉我你不吃蒜啊 很好吃 好吃 你边吃我跟你说件事啊 昨天郑泽来过 说还你手机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 我怕你刚才忙嘛 所以就没说 你不会早一点 再早一点跟我说啊 你们俩都说什么了 我都如实跟他说了呀 咱们 深圳不怕影子歪 对不对 你最好都解释清楚了 我解释清楚了 但是他理解能力如何 我就不知道了 你别说那摩托还挺沉的 弄得我胳膊现在都疼呢 咸嘞 那你学学人家呀 想个办法勾他上太子爷就轻松了 咱们还是算了吧 要姿色没姿色 要心机没心机的 哪有那个本质啊 不过我也没觉得 丁小柔哪儿漂亮啊 你还别说 这山珍吃多了 总得吃点野味 我看啊郑总喜欢的 确实就是他身上那股土味呢 你可别瞎说 人家现在有后台撑腰呢 听说啊 连露西姐的功劳都抢了 你是说那个雪锅出窗吗 这事我早听陆细姐说了 人家后台硬 在杂志社打个招呼 随随便便的事 这次真替陆细姐不吃 来 醒了 好点没 你说说你 我早上出门你还好好的 医生说你是水仙中毒 水仙中毒 水仙种子跟大蒜很像 每一年呢都会有 不少务实的例子 你说你怎么连水仙种子 跟大蒜都分不清了呢 这什么味道 蒜香炒泡面 这白色的是什么 大蒜啊 保证只有蒜香没有蒜味 祖传配方 不告诉我你不吃蒜啊 怎么能去处这儿呢呀 不过整体来说没有大碍 我还有手术就不能陪你了 你快去忙吧 有任何不舒服的 马上跟我说听懂吧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经历的这一切 好像就是一场梦 以美好开始 以狼狈收场 没了 在给清瓷 来 来 来 怎么这么点 喂 老大 丁小柔食物中毒了 什么 好 救命啊 犯神救命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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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呢 你说 你是谁 别别别打我 我是他的粉丝了 你跟我来干吗 你别误会啊 我是看他的节目才来的 我也是走投无路呀 我 我想找个女朋友 请你 请你帮助我一下 我可知道你的诅咒的 你多大的人 哪有什么狗屁诅咒 马上给我滚 你没事吧 怎么了 医生说我今天要留下休养和观察 那变态又回来怎么办 总之我今天不跟你回去了 如果我住在你家跟你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 对不起 我明天就搬走 还有那雪仙花的种子也是我买的 雪仙 这一切都不怪你 要怪就怪我自己 你还记得刚才那个变态吗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天在给我一个警告 我差点都忘了 我跟他们根本就不一样 我还是那个祖宙女孩 一个根本不可能得到幸福的祖宙女孩 也许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对你来说非常不愉快 但是你还记得你说过我的话吗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以放弃 唯独不能放弃的 就是希望 所谓诅咒不过就是你对自己的心理暗示吧 你和别的女孩一样 一样有追求梦想 这就是幸福的权利 宝贝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也在 我先走了 为了照顾你的睡眠习惯 这是我给你带的东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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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迟信是给你送了双脱鞋过来吗 不愧是钢铁般的指南 好了我想走 我知道你没问题啊 但是我不希望你一直这么多 快点走 那明天给你送好吃的 那我先喝蔬菜粥 好 行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走吧 那我就能走了 拜拜 有事马上跟我说听到 快回去休息啊 拜拜 拜拜 小柔 小柔 我不 Roman 如果当初你没有发出那个邀请 现在的她 是不是更快乐一点呢 泡面 肉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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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